嗨,大家好,我是日將 我這次就是收到台廠的AQUA CITY的合作邀約 我終於有收到業配了,超開心的 我們剛才從台廠車站出來 台廠車站出來會有一個板子寫往左邊走 往左邊走出去就是AQUA CITY 這一棟建築物就是AQUA CITY 我們走進來大樓之後是三樓 那三樓這裡就是有很多讓你買東西的地方 我自己一個人來,很寂寞耶 我本來想說要找文當一起來 可是因為今天文當要上班,所以就不行 那我們看一下有什麼店 有鞋子,沒有有LIVA,還有IDDAS 還有TOMMY,還有我很多台灣朋友都喜歡的EARTH 三樓下還有期間限定的JUMP商店 有很多喜歡日本漫畫JUMP的朋友也可以來這裡看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這個Hiyoko醬 它是日本很有名的Chikiname character的角色 上面這邊有它的招牌,快對嗎? 這個Chikiname的廣告是新元節一代言的 大家老婆應該大家都有看過 在INFORMATION的服務台這邊有一個 機器人的服務員 是不是做得很真? 她跟我同歲 她們旁邊呢,這裡有一個顯示營 很酷耶,它這個是沒有板子的喔 它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透明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很好奇 日本人的感情生活 所以我們就來問一下這個地平小姐 她有沒有喜歡的男生 欸我本來以為她會隨便亂回答 結果沒想到她還蠻認真 如果大家來AQUA CITY 也可以用這個儀器 來跟這個地平小姐做對話 地平小姐再見 掰掰 這裡還有戒指品牌LAKISO 這段特別上日文 這段上給文當看的 那三樓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我們現在去四樓 這裡有手不踢可以到四樓 四樓呢就是有一個很大的Game Center 就是可以給你玩遊戲啊,抓娃娃 拍大鵝帖之類的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種感覺 可是因為裡面好像不能拍 所以我就很清楚 從遊戲中心繞過來之後呢 前面就有四家餐廳聯合在一起的小餐廳街 異國風情的感覺 我拍給大家看 裡面的氛圍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還蠻漂亮的啦 很像隨時會有吸血鬼跳出來 那這裡呢 因為也沒有什麼其他客人 所以就整個感覺是比較寧靜安靜的 如果你是很怕吵的人啊 可能可以選這裡的餐廳 欸這裡超漂亮的 給你們看 你們看 這裡超漂亮的耶 這一家是義大利餐廳 價格我覺得是還可以的 如果你們喜歡這種氛圍的話 可能可以來嘗試看看 四樓還有大家最喜歡的Pic Camera 因為這個Pic Camera 賣的不只有電器商品喔 還有賣一些日本的伴手禮 那為了今天這個拍攝呢 我從早上開始出門就沒有吃東西 那現在要吃的呢 第一家就是這個 它這邊可以充電 所以就不用換人手機沒電 然後還是相機什麼的都可以在這裡充 還滿方便的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這個聖代 因為我本人非常的喜歡吃黑糖啊 跟黃豆粉的大配 所以我夾在外面有這個口味 我都一定會點這個 很濃 很好吃 這個認真可以推 它的牛奶的味道很濃 香甜很好吃 所以它價格只要490元 除了冰淇淋之外 還有蜜紅豆跟湯圓 還有黃豆粉跟黑糖蜜 就很超紮 因為一般來說外面 如果你只買雙型的話 也要350日元差不多 然後這裡呢 也有一家新翻秋的燒肉店 叫做平成院 那它因為新翻秋的關係呢 店裡面都變得很漂亮 現在20呢還有在特價 它最大的可以打到三折 這鞋子超可愛的 一般這種牛津鞋很多 可是這種有綁帶的鞋子很少 有一點中性 然後可是有一點甜美的感覺 我剛才在店裡晃了一下 看了很多衣服 然後我就問店員說 他有沒有推薦我可以怎麼搭 然後店員就推薦我 那我穿看給大家看感覺是怎麼樣 這個是店員推薦我的穿搭 身材不一樣 穿起來差這麼多 所以現在是要幫我挽救我的身型 要幫我挑個外面的罩的 這個就是 劉小姐推薦我的穿搭 如果比較瘦的人呢 你可以像她這樣子搭就可以了 如果像我一樣 厚身型的人呢 你可以搭個這種罩衫 你這樣搭起來也好好看耶 對 我剛才講這句話沒錄到 我特別在那裡做 因為你要來這裡可以找他 它不會很好喔 喜歡買藥妝的朋友 也不用擔心這裡有地方可以買藥妝 這個Lululun的面膜呢 是我跟文當每次都一定會買的 而且因為他們在各個日本的縣市 也都會有一些限定的口味 文當也都會買 然後推薦給大家一個 我覺得對於女生來說 可能會覺得好用的東西 因為我們台灣的氣候比較悶熱 所以很容易出汗嘛 這個商品我滿多朋友都有買的 它是長這個樣子 這邊前端呢 很多肺子粉 就是這樣子點點點 那就會用肺子粉來吸一些油什麼的 那就可以讓頭髮感覺比較蓬鬆 下一個我要做的行程就是這個 試研會 要給他們畫我的樣子 其實日本啊 有很多這種試研會的店家 那我一直還蠻想畫的 可是 因為文當對這個比較沒興趣 所以就一直沒有畫 那終於就是被我抓到機會 阿華系的人他們請我 讓我畫這個 文當每次都說 如果我來畫這種東西的話 我的牙齦啊 跟我的牙齒一定會被強調出來 應該不會吧 我會用他們上面有寫 阿華系的DOGO的板子幫我畫 對 剛才店家有問我說 可以在板子上面寫我的名字啊 還是有什麼想要寫的訊息 我就請店家幫我寫這個文當 不知道店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好像誰是文當 他已經大致把我的輪廓畫出來了 所以現在在把那個底消掉要上色 他幫我畫完了 你們很厲害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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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嗎 像 文當是因為那個牙齦啊 沒有被畫出來 可見我的牙齦也是沒有那麼明顯 他畫的很快喔 他畫了才畫 10-15分鐘而已吧 就絲絲絲絲絲就畫完了 而且還有好好加上這個 文當大輩 回去送給文當 那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在五樓 這邊有一個 給大家看喔 這個 登登 東京拉麵國際館 它裡面聚集了6家 就是在日本很知名的拉麵店 然後有很多是只有這個地方才吃得到的期間限定口味 它走進來的感覺就是非常日本啊 那繼續往直走呢 看左邊的牆壁上面就會有各個店家的名字 還有他們有名的拉麵 還有店主 基本上是台北車站二樓那種感覺 整體的氛圍大概是長這樣子 很多家不同的店在這裡 那今天呢我要吃的就是這家達魯媽 那為什麼會選這一家呢 是因為這一家是伯多口味的拉麵 就是細麵 因為拉麵有分細麵跟粗麵嘛 可是我是喜歡吃細的 所以他們的AQUA SEED的人都推薦我吃這一家 那這一家達魯媽它的本店是在烏鋼的國多 然後這裡就有很多藝人有擺過 例如Toker的常賴之爺 還有三補祥品 那我今天點了一口餃子 國多的拉麵 我先吃餃子給大家看喔 這個餃子一口吃起來就很小 因為日本一般餃子可能這樣子兩個才是一個的大小 它的皮很薄 然後外面表皮吃起來又脆脆的 然後它的內餡啊 我覺得是外面比較沒有的內餡 因為其實日本的餃子口味都蠻像的 可是它這個內餡裡面就加比較多大蒜 吃起來有大蒜味啊 蠻香的 好吃 然後接下來吃麵 哇 好香喔 好吃 那個豚骨的味道好重好好吃喔 叉燒還好 它們拌手蛋很好吃 那我們吃完了一定要點那個一口小餃子 超好吃 超級好吃一定要點 在剛才畫室圓會的地方轉過來一看 登登登就有地方可以測手相 我現在要來給它們看我的手相 我現在要來給它們看我的手相 喔哈哈哈 我現在要看我的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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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的手相老師他還會講英文喔 大家如果要用英文講話的話 然後都可以禮拜二或禮拜五來台場的Aqua City 來找這個手相老師 然後現在呢 我要來吃這一家是壽司店 叫做集丸水產 去哪裡都要吃壽司 其實我之前就很想要來這一家吃 可是就很幸運可以來Aqua City 他們請我吃 他們說啊 平常只有禮拜六有那個黑鮪魚的解體秀 可是今天為了我 他們就特地切給我看 店長還準備了這個椅子讓我剛剛去拍 對 很用心 他們說禮拜六有解體秀 他們會拿更大的金槍魚來切 那因為我今天是 算是特別為了我切的 所以他的魚就比較小一點 超級三層八兩 好好吃好軟 好好吃 好好吃 鮭魚啊也是一樣很軟很嫩 它又有厚度 我本來看到它有厚度 反而覺得說會不會有很多筋啊難咬 就不會玩就是融化欸 上一個壽司呢是剛才給大家看的那個 切的魚的肉 那個魚肉跟剛才兩個不一樣 它是比較有嚼勁的 也好吃 它比較有那種油的感覺 吃起來就是比較緊實的魚肉 第四盤呢是我最喜歡吃的甜蝦 你們看 它上面放了三隻欸 它放了三隻下面 一般百元壽司只會放兩隻 好嗆 因為我剛才知道要幫我芥末加多一點 好嗆 第五盤炙燒鮭魚 太好吃 無泥 而且它是一樣超多的 我是看NHK的陳建劇 阿嬤江洲開始很喜歡吃無泥 看它的無泥超大的 在這裡鄭重跟大家說 無泥必點 超好吃 你放進嘴巴那一山啊 它就爆炸欸 超好吃 然後又冰冰的 超好吃 就全部裡面我先最推無泥 現在吃飽喝足了呢 我們要來Aqua City的外面去看夜景 講到夜景這種時候就是想文當了 這個就是我現在看到的景象 它有台場大橋 還有很多油紋 很漂亮 很適合情侶來在這裡聊天 我剛才去的那個是六樓的夜景 現在我們到三樓 三樓也有夜景 三樓呢一出來就有一個很漂亮的燈飾給大家看 其實就是那些銀式啊 芥末的品牌 它現在跟Aqua City有很多 剛才在六樓呢 我們是看比較遠景的感覺 現在三樓是可以看到比較近的台場大橋 放給大家看喔 超漂亮的啦 看得到嗎 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Aqua City就還蠻適合情侶晚上在這裡賞夜景 而且它其實離那個自由女神像 也沒有很遠 所以你們可以這裡結束之後去看自由女神像 從剛才那個Lucky這邊往左邊這邊走一點 又會有另外可以看夜景的地方 那今天整個逛完Aqua City 我跟大家簡單講一下我今天逛完的感想 首先是第一個我覺得他們裡面的員工 有非常非常多會講外國語言的店員 像我們剛才首相那邊也是 那個老師他竟然會講英文 比較沒有語言上的障礙啦 然後第二點就是我自己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 因為其實這個設施我跟文當來幾次了 然後我們都在裡面隨便晃一晃就出來了 然後一開始介紹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也是想說就是啊這個地方就是雖然玩很多次了 可是感覺好像也不太知道哪裡可以介紹 可是像今天就是Aqua City的人 然後他們帶我玩了一整天 然後像現在帶我來這個看得到夜景的地方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這裡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夜景 再給你們看一次 你們看 就看得到自由女神像 雖然說他們的品牌啊可能沒有這麼多 但是它確實是一個可以讓你悠閒的度過一整天 然後可以很放鬆心情的地方 覺得說我都聞到之前沒有好好想到這裡 其實蠻可惜的啦 大家來日本的話可以來看看囉 好啦這個結尾反正就是這樣子 掰掰 現在其實已經結束了 我們跟他們分開了 那他們走的時候我才要講的是 我自己其實很感動的是我覺得 就是不只是這個地方啦 就是日本有很多員工啊 或是日本他們哪裡的負責人 他們都是對自己負責的東西 是很抱有那個厚厚的 就是深深的以自己來住的事情為驕傲 就是看到他們那樣就讓我覺得說 我自己也應該要對自己更有自信 我應該要把我平常身邊的事物 在更多放一點注意力在上面 這是我今天算學到的事情吧 文端開了 什麼呢? 我的伴手 很可愛 今天很開心嗎?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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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嗎? 很開心 很開心 還有一半